剑神并未回话 只是冷冷地望着他 明显他的意思也和剑魔一样 只能三选一 方尘冷汗直冒 哪怕是经历过不知多少次的生死 此刻的他也陷入慌乱当中 也在此刻 那不知道沉寂多久的声音 在小塔当中再度响起 哼哼 小子 你死定了 不管你选择哪一条路都是死路一条 那人冷笑道 方尘明白 这声音是在第五十层的那位存在 只听他继续说道 哼 神魔天塔修的就是神魔剑道 你要独修任何一道 那对神魔天塔而言 你就已经毫无利用的价值了 既然没有价值 小塔自然就会抛弃你 而抛弃你的代价就是 你死 就算你修炼了三命天绝 也是死 其实不用他说 方尘自己都能够明白 毕竟小塔跟了自己这般久 这就是一剑无上至宝 但也是一把双刃剑 就像现在 他想让小塔出手 但不管自己付出怎么样的代价 小塔都无动于衷 唉 那人叹道 本来还觉得你有些希望 现在看来 这神魔剑道 确实就是死路一条啊 对此方尘反而是冷静了下来 更是问道 前辈 你到底是谁 那人沉默许久 有些诧异地说道 你都要死了 居然还有兴趣关心我是谁 先渡过这一关再说吧 说完他也不再回话 再度沉寂下去 方尘也没有再问 剑魔有些不耐烦 冷冷说道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上古剑魔之道 乃是剑中魔中最为顶尖的存在 无人能敌 你不选剑魔一道 我只能说你愚蠢至极 剑神文言冷哼道 我剑神才是真正的万古第一 你的所谓邪魔一道 不过是旁门左道而已 狗屁旁门左道 也不见你的名门正派 赢得过我一样 难道你赢过吗 难道你有 快了 那就试试看啊 这二位虽然是无尽宇宙顶尖的存在 但双方只要碰到一起每一句 几乎都能够斗起来 直到剑魔很不耐烦地 对着方尘喝道 赶紧选择 别浪费我们的时间 方尘他低着的头缓缓地抬起 望着上古剑魔和上古剑神重重 吐出一口浊气 此刻的他 面临着此生最为艰难的决定 这或许决定着他的命运 但他却是从未感受到这般的轻松 因为接下来的话 不管生死都无所谓了 他微微张开嘴 却没有立刻说话 反而是露出一抹笑容 道 我选第四条 活着 修炼神魔剑道 这一回答 让全场安静了那么片刻 但紧接着 就是冷意充斥整个精神世界 上古剑魔双眼微微一咪 小子 你想死 上古剑神也道 真以为我们一丝分神 就无法杀你不成 真是愚蠢的决定 哈哈哈哈 方尘却是哈哈大笑 道 不满两位前辈 神魔剑道 已经不知道多少次 差点救了我的命 但也无数次救了我的命 也正因为 他我才有了如今的成就 才能与两位前辈 在这里谈论 说再多又有何用 你都难逃一死 上古剑魔举起手 尽管手中无剑 但他本身就是剑 当他举起手的刹那 方尘也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一股死亡感笼罩而来 这一见他必死无疑 哪怕相隔不知几个大千世界 他依旧是没有活命的可能 这就是上古剑魔吗 方尘除了绝望和震惊之外 更多的则是兴奋 这就是上古剑魔 哪怕是一丝神念 也强大 让人窒息 就连他体内的剑魔之血 也都沸腾起来 因为眼前的 才是真正的剑魔 似乎此刻方尘 面临的不是死亡 而是对于自己大道的渴望 没错 尽管神魔剑道 并不是他自己选择的 但在修炼的过程中 他早已经痴迷于神魔剑道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能够修炼到这般的境界 不喜欢的大道 哪怕天赋再高 也走不长远 就在上古剑魔 即将斩下的时候 方尘喊道 两位就不想看看 我能够走多远吗 不想知道 在混沌时代 神魔不分 本位一体 到底是怎么样的 又能有多强大 上古剑魔一顿 诧异地望着他 他诧异地不是方尘的话 而是方尘居然还能开口 要知道 能够在他举剑之时 不恐惧的生灵可不多 眼前蝼蚁竟然可以 而他的话落在二人耳中 却是显得很是可笑 更不动摇 上古剑神很不客气地说道 融合神魔 就凭你背后的所谓神魔 话音落 他目光一扫 砰的一声 方尘背后的神魔虚影 瞬间爆裂化为虚无 他也是一口鲜血喷出 神魔见到遭受重创 上古剑魔也冷笑道 而且 为什么一定要知道 过去回到过去 既然那个时代过去了 而我们分为神魔二族 说明神魔 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时代 既然分化了 那就说明 神魔不分的时代已经过去 分开 才是最为适合现在的魔 神 方尘擦干嘴角的鲜血 不可置否地点头 确实啊 落后吗 但他又嘴角上扬地反问道 我很好奇 现在的魔 神比之前是更强大了 还是更弱了 上古剑魔与色 上古剑神同样沉默 无尽宇宙 神魔潜藏 也就只有 像他和剑神这般的 才能过得潇洒自在 从巅峰的百万神魔 到如今 仅存三千尊神魔 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而如今的神魔 还在相互内斗 从未听现 当年在神魔动天时 天人的话 他可从未忘过 那完美一瞬 更是没有忘 从那时起 他心中就渴望着 渴望能够达到 那完美一瞬 但不再只是一瞬 而是永恒 他又继续道 混沌之末有一剑 此剑一展天地开 混沌化太古 那一剑 正是混沌神魔剑所斩 也就是两位所斩 难道两位前辈 就不想看看 你们大道融合为一之后 到底是怎么样的 又能有多强大吗 当方尘说出 这话的那一刻 两位存在 近视一正 展开混沌末的一剑 开辟出太古 才有当今 这般的他们 到底有多强 突然他们望向 方尘的目光微微一变 也愣住了 因为他们在方尘身上 竟然看到 两道熟悉的身影 此神 狂魔 他们也望着他们 目光中近视坚定 满足 那是因为 他们感受到了 完美的神魔合一 尽管仅仅只是一瞬 但也是永恒 仅仅只是一瞬 就让你们两个废物 如此满足吗 完美合一 到底能有多好 上古剑魔神色复杂 上古剑神 也同样如此 此神 你这又是何必呢 明明不追求 所谓的神魔完美融合 你还能活到现在的 他们沉默良久 方尘也站在那里良久 没有继续开口 他明白自己刚刚的话 说动了两位存在 现在是最为关键的时刻 良久 上古剑神 这才开口道 可你也知道 神魔乃天道 不存不容 我们现在不杀你 以后你会更加凄惨 那可比死 还要让人感到绝望 天道的手段 不是你所能想象的 上古剑魔也冷笑道 或许天道还没觉醒 你便会被其他的魔 神给斩杀掉 神魔合一 是绝对不允许的 慈神和狂魔的下场 你应该知道 他们连轮回都入不了 那又如何 方尘洒然一笑 道 这条路 老子踏定了 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话 从一开始的被迫 到如今的渴望 他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发生了变化 上古剑魔盯着方尘 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 狂笑之声 这声音 让整个精神世界 都剧烈振战 就好像随时都要崩塌 狂笑过后 他这才缓缓开口 好 我倒是想要看看 你能够走多远 能否承受出天道的怒火 上古剑神诧异地望着他 道 你疯了吗 上古剑魔不以为意 淡淡说道 我们从太古打到上古 再到当今已经是三个时代 也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怎么 你想认输 上古剑神冷冷说道 认输那是绝不可能的 上古剑魔不屑 随即望着方尘 但我倒是很好奇 雌神和狂魔选择的人 到底能够走到哪一步 他不杀方尘 不是单单因为那一番话 更大的原因 是因为雌神狂魔 方尘完成了他们的执念 也算是他为雌神狂魔 还了这份人情吧 小子 既然如此 那本尊就送你一份机缘 你是要突破灵海 那就送你一片魔海 上古剑魔放下手 随即手指一点 一道剑芒 划过无尽宇宙 顿入齐天大陆 直射天珠之中 静止进入方尘的体内 而这一幕 却没有一人能够发现 方尘身躯一颤 分海汹涌澎湃 开始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本是流动着无尽的 实质化的念力液态 竟然开始变异 魔气汹涌而出 竟然在转化成精神魔海 上古剑魔嘴角微微上扬 这才有几分我剑魔的气势嘛 一旁沉默许久的上古剑神 微微一叹 真是胡来 罢了罢了 既然要乱 那就彻底地乱起来吧 说完他也是一指点区 又是一道剑芒 如同流星般 划过无尽宇宙 顿入齐天大陆 直入方尘体内 刹那间 方尘的石海 也开始发生着 天翻地覆的变化 好在上古剑神的剑神一道 更加温和 并不像剑魔大道那般汹涌澎湃 倒还在方尘的承受范围内 感受到纯粹的剑神剑魔之道入体 并且道俏融合不再受阻 方尘凭借着这股气势 准备一举拿下 给我容 他怒吼一声 仅差一分的神俏魔俏 终于在这一刻 彻底地融合在了一起 砰 一道光柱冲天起 神魔道俏融合成功 同时 方尘的石海再度发生转变 开始化作灵海 不仅是石海 就连天海也是如此 都在转化为灵海 一旦成功 那便是踏入灵海境 后激勃发 只在此刻 上古神魔和上古剑魔 见此一幕也就不再逗留 小子 无尽宇舟再见 上古剑魔说完之后 也彻底地消失在天地之间 上古剑神则是神色中多了几分复杂 淡淡说道 但愿能见 他明白 这条路可并不好走 方尘能否离开齐天大陆 都很难说 更何况到无尽宇宙 说完之后 他也从原地消散不见 但在无尽狱中的无疆天地中 这是一片大陆 但这片大陆 仅仅只有二位生灵 正是上古剑魔和上古剑神 这里是他们的战场 从太古打到上古 又从上古打到现在 从未停止 一处残缺的半壁前 上古剑魔微微张开眼睛 望向高空 高空早就空间崩塌 神力魔器充斥在这片天地间 竟然也在不断地针锋相对 他悠悠一叹 道 神魔融合 太古 上古都 一直有人在做尝试 你固然有神魔天塔协助 但又如何 在你之前 也不知道有多少被神魔天塔选中 他们所修炼的神魔之道 有不少 比本尊和剑神还要强 但最终 都以失败告终 本尊和剑神 也不过是天塔万中之一 侥幸被这一次挑选到的 之前比我等更加强大 契合度更高的魔 神不知有多少 这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说到这 他又自嘲一笑 可本尊又为何选择相信呢 同样 在另外一边 上古剑神 同样是神色复杂 唉 什么真的还有可能 走出当今绝境吗 像他这样之人 本神不知已经见过多少了 但最终 都是以失败告终 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感受到方尘 要融合他与剑魔的大道时 他才会选择现身 与其现在死 也好过被天道察觉 那是连死都是奢求 但方尘的决心 还有雌神的出现 最终还是让他选择放弃 罢了 你的命自己把握吧 本神可不会管 他索性不想 一神一魔 也在此时同时望向彼此所在的位置 皆是默契地说道 休息百年 百年后再战 而方尘的突破 则在继续 但他突破的阵仗 实在太大 一道金光巨柱和红光巨柱 分别代表着神魔 向着虚空直冲而去 本是绿光闪烁的天珠突然就多出一道光柱 更加的耀眼夺目 照耀着整个核心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